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弟兄姐妹 今天来到华欧赠讯会展讯堂 参加我们的网上崇拜 请听弟兄我读以下一段的宣兆经文 宣兆经文是在CP27章4到7节 经文是这样说的 有一件事 我尋求告耶和华 我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签养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里求闻 因为我遭遇患难 他必暗暗地保守我 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障目的隐物处 将我高举在盆石上 现在我得以昂守高过四面的守敌 我要在他的障目里欢迎献祭 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 我们要向耶和华全能的上帝唱新歌 你创造天地万物 我要向你唱歌颂颂赞你的名 你以你无限的慈爱和信责 赞臣之上 当受敬畏 我们现在就恭敬地将金文崇拜 呈献在你的面前 求主你越纳 阿们 接下来是敬拜赞美 各位大兄姐妹 早晨 今早跟大家分享几首赞美的诗歌 第一首的诗歌是 同心向志高者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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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赞美 重赞主圣结 正杀美 正正 耶稣是生命道路 最美善又完全 作世上估伴世 耶稣是生命道路 最美善又完全 主恩公照万世 同心 同心皆向至高者赞利 同赞主圣结 圣杀无益正正 耶稣是生命道路 最美善又完全 作世上估伴世 耶稣是生命道路 最美善又完全 主恩公照万世 不单止我们向至高者赞利 我们的神也是我们的倚靠 耶稣是我的倚靠 耶稣是我的倚靠 每天引渡我路程 随时让我心省差 我讨告他世听 面对处处满步挑战困惑 靠你抹去心惊惑 就算碰到错节 失去方向 有你教证我偏差 耶稣是我的一切 主恩贵 一生足够 全然让我心摆上 欠出我所有 耶稣是我的倚靠 每天引渡我路程 随时让我心省差 我讨告他世听 面对处处满步挑战困惑 靠你抹去心惊惑 就算碰到错节 失去方向 有你教证我偏差 耶稣是我的一切 主恩贵 一生足够 全然让我心摆上 欠出我所有 神是我们的倚靠 在我们的困难当中 神仍然给我们有一个倚靠 有一份的平安 单止神给我们有倚靠 亦都是使我们生命可以发出光辉 因为耶稣说 我们生命要完全 好像天父完全一样 又说我们透过人 见到我们的行为 就将荣耀归回给我们天上的父 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 叫做生命如光歌 这首歌小学的时候已经学了 可能大家都唱过这首歌 诗文歌词里面提到 神使我们生命好像歌 好像花 好像像像 叫人在当中成为我们 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一个工具 祝福是我生命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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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下来是认罪 请会众听大庆读出以下的一段经文 经文是出自以财亚书55章6到7节 经文是这样说的 当趁夜我说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 不宜的人当随掉自己的意念 归向耶和华 耶和华就必连问他 当归向我们的神 因为神必讲行赦灭 请会众和弟兄一起作出以下的祷告 父神啊 我们在每日都有知无知当中 干犯了罪 得罪了你 但你承诺 只要在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 尋找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并离弃我们自己的恶道 除掉自己的恶念 归向耶和华 耶和华就必连问我们 当归向我们的神 因为神必讲行赦灭 感谢神 你赐下你独身子 耶稣基督 为我们流血舍记 牺牲赎罪 奉救主耶稣得胜的名字祈求 阿门 请会众听我读出以下的正道经文 经文出自希伯来书九章一到十二节 经文是这么说的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的圣幕 因为有预备的帐幕 头一层叫作圣锁 里面有灯台 卓子和陈切柄 第二万子后又有一层帐幕 叫作致圣锁 有金香坛 有包金的药柜 柜里有成马拿的金冠和阿伦法的雅的雀 并两块药板 柜上面有荣耀基陆伯的影咒雀 诗恩座 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 这些物件既如此准预备齐了 众祭师就尝尽头一层帐幕 行拜神的礼 此于第二层帐幕 唯有大祭师一年一次独自尽去 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 圣灵用此指明 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锁的路还未显明 那头一层帐幕作现今的一个表样 所欠的礼物和祭物就着亮心说 就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 这些事连那饮食和珠般洗的的规矩 都不过是熟肉体的条例 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 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师 经过那更大更传备的帐幕 不是人手所造的 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 并且不用山羊和牛属的血 乃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进入圣锁 为了永远属罪的事 今天为我们正道的是张崇山牧师 讲题是 神的会目在人间 顶尖会平安 上次跟大家去分享的时候 我问大家一个的问题 以后教会何去何从 从今天的环境我们去推断 以后大家都可能需要和疫症共存 当有80%的人打了疫苗之后 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回到疫症之前那种状态呢 我们都知道疫苗不是100%有效 打了针的人仍然有机会去染病 仍然有机会将病毒传染给其他的人 到时就算政府取消了社交距离的限制 大家会不会在心里面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口罩会不会继续戴 会不会随便去人家吃饭 会不会回教会聚会 人多的地方 你会不会去 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我们再加上另外一个的变行的时候 我们知道病毒会变种 会不会到某一日 我们每年都要去打新的疫苗 我们当然不希望有这一日的发生 但是经过大概两年的封城限聚 最低限度我们看到一个的原则 就是政府很怕教会聚会 以致病毒传播 每一次封城限聚 教会首当其冲 所以这两年的里面 全世界很多的教会 其实他们都尝试了去找尋新的出路 其中包括在线上面的崇拜和聚会 另外一个现象 其实在疫症之前已经开始发生 就是小型教会的出现 有些人叫他做微型教会 或者叫做简约教会 simple church 叫什么名都好 他们的特色就是他们很小 好像家庭教会一样 有很大的弹性 有很大的流动性 不论是用什么的形式 我相信教会一定要想清楚一件事 究竟教会在线上聚会的目的是什么 而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一件事 线上聚会其实有很大的限制 在部分的弟兄姊妹也都选择了去其他的网站 听其他的港元一边商大家很努力 很辛苦做线上的工作 录影 剪接 字幕 将一些唱歌拼在一起成为一个的诗班 但是另外一边商一班人就去了看一些 教好的制作 较出名的港元 所以最基本最根本的讨论 其实不是在线上或者是实体 上网还是实体 其实我们都要想起一件事 就是我们要回到教会的初心 为什么我们是一间的教会 为什么我们会走在一起 所以我相信神让教会去经历疫症的大流行 经历封城 经历限聚 所以要教会做一些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 例如我们要上网去崇拜 在YouTube那里看崇拜 我们在Zoom那里小组聚会 以前从未做过 现在突然间我们个个都懂得做 其实这个是一个好的机会 给我们去思考 究竟教会是一回什么事 所以今天我们去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的时候 我们想跟大家去分享 回到神原先设计回幕的心意 我们去反省一下 今天教会 我们是不是在做神想要我们做的事 上一章我们说到耶稣是更美的药的大祭司 祂是按照麦基西德的等次作为大祭司 因为按照律例 只有利美人才能够做祭司 而耶稣他是属于犹大支牌 是王的支牌 所以主耶稣是需要按照麦基西德的等次 成为大祭司 因为麦基西德他是耶路撒冷的王 他也是大祭司 祭司的工作就是在圣殿当中去侍奉 第九章我们见到圣殿的初形 是神吩咐摩西在旷野里面去建造 是一个可以叫做可攜式的回幕 而回幕的尺寸大小 里面的傢俬摆设 全部都要按照神自己的设计 大家可以有时间的时候 然后回到圣经看出埃及的二十四章到三十一章 里面详细的描述 你见到回幕是人造 当然有人的祭司去管理 回幕的入口是东面 至圣所在回幕的西面 圣所里面有灯台 预表着神的光 正如耶稣基督他曾经两次的宣告 他说我是世界的光 司徒约翰都这样说 真光已经照耀 灯台所预表的是神的光照耀在黑暗当中 而主耶稣他就是这个的光 真光已经照耀 是因为福音已经开始传播 人的生命已经开始改变 而这个的改变就是见证着真光的工作 司徒约翰继续说 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 在他并没有叛蝶的缘由 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伤害的心 众人就认得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这个光的见证就是这样 第二样东西 卓子和陈切饼 陈切这个原文有临在的意思 是神的临在 我们知道每逢安息日祭司就要将新的饼换上去 饼所指的是神和他的选民的关系 关系在于祭司代表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临在底下去吃这个饼 因为饼是放在圣所的里面 他们要在圣所里面吃这个饼 而当祭司去换饼的时候 每逢安息日去换饼的时候 圣所里面就是祭司和神 大家在一起 祭司吃这个饼就好像跟神一切 聚餐一切外言一样 第三样东西 第三节那里看到有第二层的万字 是进入去圣所的入口 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去 第四节所指的金香坛 其实金香坛是在智圣所的入口 在万字的前面 有些人问是否作者写错了 根据犹太人信徒的学者的解释 因为金香坛所发出来的烟 是直接升上去智圣所的里面 所以说金香坛在智圣所里面是可以接受 何况其实作者根本无意详细讲明 会所里面的设计里面的家具 从诗篇141篇启示录第五章和第八章里面 我们看到香坛的烟是指圣徒的祈祷 在新药的里面再没有烧香的要求 反而我们看到一样东西 在马太马可在路加记载了耶稣洁正圣殿 特别马可引用了以赛亚书56章第七节 他说我的电必称为万国土宝的电 这句对当时犹太人来说是不可思议 不可想象不可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圣殿是一个绝对神圣的地方 是神和他的选民会面的地方 只有祭司才可以走近 犹太人都只可以在圣所的外面 更何况是外邦人 你怎么可以叫电是万国土宝的电 但是我们看回在耶稣当时 希律王所做的圣殿 有一个十分巨大的外邦人员 是在圣殿的外围 原意是因为耶路撒冷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的都市 有外邦人盼望可以敬拜以色列的神 但外邦人员在当时已经被犹太人霸佔了 用来做买卖制生的地方 所以耶稣说他们将圣殿笼成贼祸 我们想一想 耶稣说他们是贼 是不是他们做生意不老实 我不敢很肯定地说 但是起码这宗交易买卖是你情我缘 例如我们去到一些旅游景点 我们想在那里买一支汽水 都要贵人一两倍的时候 这么贵你都肯买的时候 我不认为卖的是一个贼 这是一个你情我缘的交易 不过 不过 当时犹太人以敬拜献祭为名 奪去了外邦人敬拜祷告的权利的时候 这是百分之一百的策诺 约翰福音二章十二节 也记载耶稣洁净圣殿 约翰要指出的是耶稣的身体就是这一个的殿 而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 所以教会是曼国祷告的殿 不过祷告就不是单单我们合上一只手 摸一只眼来祈祷 保罗在肥辣比书四章六七节 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 应当毫无忧虑 只要凡事直接祷告祈求 所以重点是凡事这两个字 凡事是指我们的行事为人 凡事是指我们的心思意念 基本上我们的生命应该是祷告 而我们的祷告就应该是我们的生命 这一切都会很像金香坛的烟一样 一路升上去去到神的面前 至于这些烟是香还是细臭 大家心里有数 至圣所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傢俬就是药柜 药柜里面有神比摩西的十戒 写在两块石板上面 有盛在玛拿的金冠 有阿伦法哥牙的像 十戒是神他自己界定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人应该有的态度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 只是需要有耶和华神去自己 而不可以有其他的偶像 至于人为什么说大话 不守安息日 为什么人会杀人奸淫偷渡 完全是因为在人的心目中里面 我们有其他的被造物 比我们的创造主更加大更加重要 以至于我们宁愿去杀人 宁愿去说大话 都要得到这些东西 我们根本没有放神在我们的眼里面 所以为什么神要我们去远离偶像 如果你明白我在说什么的话 你会明白为什么神要将十戒放在药柜里面 另外马那是神的看顾和供应 阿伦的像是要提醒以色列人他们的背叛 因为以色列人不断向摩西和阿伦发怨言 而这两个的物件放在一起放在药柜里面的时候 就成为了一个十分强烈的对比 人一直背叛这一位做我们的 看顾我们的 不停地看顾我们的 并且去救赎我们的神 但是人怎么回应呢 先是用金牛去取代神 然后不停地去反对神所简选按立的仆人 但是神他反而按着他自己的信实 守约诗前外 所以我们看到在药柜的上面 是有基路柏的诗恩寶座 诗篇九十九章第一节指出 神坐在基路柏之上作王 文数记第七章我们看到神在两个基路柏之间 向摩西去说话 说到基路柏 我们外邦人没有什么很大的感受 但是犹太人就不同 如果你细心这样去读 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 我们读到尾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一样东西 神将亚当夏娃逐出伊甸园 接着呢 就派基路柏 基路柏是众数的 多个一个基路柏 守住东面的入口 并且有旋转的火焰剑 守住入口 人不可以再回到伊甸园 食生命树的果子 出埃及记三十六章 记载匯幕 所有的万字都要受上基路柏的图案 包括进入去至圣所前面的万字 都受了基路柏的图案 熟悉摩西五经的祭司 他当然明白基路柏和火箭的目的 伊甸园本身是一个完美和谐的地方 神和人一起享受伊甸园的Salaam Salaam这个希伯来文所指的 就不是单单指平安那么简单 不是单单指说到没有敌对仇恨那么简单 它更加指向人类的繁荣、安定、昌盛 而会莫是神和人同在的预表 会莫的设计是至圣所在西面 入口在东面 所以每逢祭司由东向西进入去圣所的时候 而大祭司也都每年一次 在大塑罪日由东向西进入去至圣所 他们都要穿过瘦了基路柏的万子 在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可能不想起 在基路柏中间有一把旋转的火箭 是因为人犯罪得罪神 而这些罪不是一个普通的认罪祈祷就可以解决 想一想 如果你被人大大伤害 你同样都会知道一句对不起并不足够 所以有人知道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他们用这种方法去解决 希伯来书9章22节 按照律法 几乎每样东西都是用血结症的 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 正如今天大部分的国家 叛国是死罪 背叛神也是死罪 首约施慈爱的神 他设立回幕圣所 要住在人间里面 神就要解决人罪的问题 所以回幕里头有祭司 有牵制的制度和系统 大祭司每一次 在大负罪日 为以色列全国的人民负罪 他要进入到至圣所的里面 而祭司每一天都会为犯罪的以色列人 献上动物的血作为负罪制 不过 希伯来书第十章四节 告诉我们 因为公牛山羊的血 断不能除罪 那不行 又要祝罪 为什么 是因为整个的回幕和献祭 都是指着主耶稣基督 他不单止是永弱的大祭司 他更加是一次过 并且永远有效的祭物 他穿过万子 经过基路柏 经过旋转的火箭 即是神的审判 所以他被钉死在木头上面 他将自己献上 因为他的死 圣殿的万子 由上至到下面被施开 意味着人 从此藉着主耶稣基督 来到神的面前得到练书 不再要祭司 不再要祭生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 不是 是因为我们每一个圣徒 都已经是祭司 而主耶稣基督 是永远有效的祭物 整件事对今天的教育 有什么意义呢 从回幕的设计里面 我们看到只有祭司 才可以亲近神 今天我们每一个 都有君专祭司的身份 我们每一个圣徒 都可以亲近神 从我自己在圣经当中去领受 圣徒在教会当中的侍奉 其实并没有这个阶级的分别 不是因为你是牧师 你可以做这件事 不是因为你是长老执事 或者是什么导师 你才可以做这件事 有分别的是 圣灵给我们的恩赐分别 举个例 圣灵给你有教导恩赐 你就应该去做教导的侍奉 教会可能会出错 OK 但是圣灵不会出错 你有没有恩赐才干 你才是最清楚 你有恩赐 教会去帮你验证 你确是有这个恩赐的时候 你就应该出来侍奉 会莫的灯台永远不会熄灭 神的光是要照到世界上 主耶稣说 你们是世上的光 成造在山上不可以隐藏 人家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 而放在灯台上 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是当这样照在人面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马太福音 教会同样是要建在高的地方 这是一个象征式的说法 意思是要让神的光照耀在黑暗的世代里面 这个就是教会在世上的好行为 留意一件事 光只是照耀黑暗 叫世人将荣耀归给父实 神并没有要求光 要成为一种政治的力量 去改变这个世界 不过 若果你已经是一种政治力量 你已经去尝试去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更加要为光 要用好好的行为去做见证 这个是你在世上的责任 陳哲饼是神的关爱 圣经说我们爱是因为神才爱我们 而爱也是无条件 香坛是教会的祷告生命 要祷告的不单止是教会的领袖 而是每一位作祭司的信徒 和神的关系的建立方法就是祷告 教会是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 这一句不等于每一间的教会 都要成为多元文化的 或者多种族的教会 只要我们身处在一个多元文化的都市里面 我们今天好像耶路撒冷一样 有很多不同种族的人 有很多不同文化的人走在一起 我们看到耶路撒冷连希律王 他建立这个圣殿 也都顾及到在外邦人的敬拜 外邦人的需要 我们的教会 坐落在一个相对地 华人较少的社区 而我们的子女身边的同学 大部分都可能不是华人 我们做工的地方 我们身边的同事 大部分都可能不是华人 而我们的邻居 大多数都可能是其他的种族 如果我们只能够向华人传福音 然后将他带回来我们的教会的时候 我们的大使命 其实是十分之局限 这个可能是我们的弱点 这个可能是我们的弱点 这个可能是我们不能够继续 在福今的工作 走前多一步的地方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 把我们的弱点变为我们的强项 如果一般的白人 一般其他种族的人 对我们的华人不是太过认识 但是如果他们对我们的炒饭 对我们的点心有兴趣 对我们的Spring Roll 很喜欢吃的时候 又或者对我们的ABC 在这里出生 我们的第二代的子女 很好奇的时候 就好像当我们回到香港 我们看到一些 说很流利地道 香港话的印度年轻人 那种的好奇 如果他们想知道我们多一些 我们会不会 给他们打开一个渠道 让他们多一些来认识我们 会莫 圣殿 教会 都是神 要住在人的当中 匆匆 满满 有恩典 有真理 神 不会 用超能力去彰显 他的恩典 和真理 五千多年的救恩历史 告诉我们 这个是你和我 一起在社区里面 要做的事 盛餐是主耶稣基督 他借着预热的晚餐 去设立这个饼和这个杯 我们每逢用这个饼和这个杯的时候 我们的目的是要纪念 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面 所成就的救赎 所以我在这里 邀请凡是真心决志 跟随主耶稣基督的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来领这个饼和这个杯 圣经在哥林多前书这样说 他说 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是干饭主的身 主的血 人应当自己去省察 然后吃这饼 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 如果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 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餐桌台前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一件是一件十分之神圣 严肃的事 我们当存着一个 我认罪悔改的态度 来到主的餐桌台前 让我们一起祈祷 让我们一起祈祷 主耶稣 我们为着你所设立的圣餐 我们来感恩赞给你 是你自己穿过万子 将自己去献上 你所经历的苦难 在当中我们没有办法 能够去承担 唯有你自己为我们去承担 罪所带来的后果 你去为我们去领受了 罪带来的刑罚 以致我们今天 可以借着餅 借着杯 纪念你 以致今天 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祷告 在地上 去为主 去过我们每一日 去见证 主你自己的大爱 求你的饼 你的杯 成为我们每一日的纪念 成为我们每一日的能力 成为我们每一日的帮助 愿意我们都能够 借着饼和杯 每一日都能够和主 你去收好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奉靠救主 耶稣的名 阿们 在主耶稣被卖过一夜 他拿起饼 来 他触借了之后 把饼拔开 我说 这个是我的身体 是为你们而写 你们每一份 吃这个饼的时候 都要这样去做 目的是要纪念我 我们一起用感应的心 和我们领受这个饼 谢谢 煩惱主耶稣照樣拿起杯來 他說這個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藥 你們每逢喝的時候都要這樣去做 目的是要紀念我 所以當我們每逢喝這個杯是表明主的死 一直等到祂回來 我們同心用感應的心一同領受 我們再一次祈禱 主耶稣我們在你面前再一次來感恩賺美 就幫助我們在我們有生的煉日當中 我們都能夠從你對我們的愛當中 我們能夠去反思 好讓你的愛去激勵我們 讓你的愛去改變我們 以至我們每一天都能夠因著你的愛 我們可以坦然無懼這樣去進入到這個世界 在這個世界當中我們去見證你自己的美善 你自己的大愛 以至世人都能夠將榮耀歸給我們在天上面的福 感謝祈禱我們主奉靠救主耶穌的命 阿門 我們來唱一首回應的詩歌 主恩更多 我們靠著神的恩典 靠著耶穌的救贖 我們今天可以來到神的詩恩寶座面前 隨時得這個的連率 得恩惠得光座 主恩更多 神的恩典 可登起幾日為救主 我所尋著乃主耶穌 誰應我曾犯罪收負 主知恩典真真無數 主恩實在更多 主恩實在更多 我追隨多主血沒討 主恩實在更多 我靠自己毫無功勞 唯獨求主為我以負 所留步血出於天高 勞勢聚聚職不勝是好 主恩實在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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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追隨多我主血沒討 主恩實在更多 我追隨多我主血無討 我追隨多我住血沒討 主恩實在更多 主人失去害更多 我最碎多我主血没透 主人失去害更多 我们现在是奉献 郭汇仲可以继续以银行转账的方式 继续支持教会里面各样的事工 银行转账的号码已经登了在布鲁腾里面 请大家可以参考 接下来请回众和大卿为奉献逐出以下的吐告 处于所有美好美善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为这些献金 支持教会中各样的事工献上吐告 求你祝福当中的回众以及事工 也都去转化这些献金成为联盟关怀 以及福音的事工 阿门 接下来是我们实习神学生 Felix Seale 肖建政的分享 Felix是来自一个香港基督教的移民家庭 他现在是在奥神里面读第三年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我是今年在华后浸信会实习的神学生 我的名字叫肖建政 大家可以叫我做Felix 不好意思 因为现在还是疫情的阶段 所以没办法实体回到教会和大家见面 我唯有拍这段影片去介绍一下自己 让大家可以认识我多一点点 期待着将来解封的时候可以回到教会和大家现场去设计 我小时候出生一个基督教家庭 我跟着爸爸妈妈回到教会 我一直在香港生活到中午 之后我就过来西德尼去读书 我在大学里面读土木工程 大学不聚业之后 我回到香港去工作 我也是做一个工程师 我在香港工作了六年的时间 然后我就决定移民回到澳洲 我首先去了Brisburg 落脚 在那里住了一年半的时间 上帝在那时候呼召我去到全职读神学 我决定用中文去读神学 所以我就下来西德尼里面 在奥神那里去到读书 我现在就全职读第三年级的神学课程 就在这里继续进修 继续在教会里面去学习 我小时候去了读书之后 我就回到雪梨环掌老会 我在掌老会里面我也有参与师父 我在大学生团契那里一路去做组长 带茶经 在职员会里面也有服侍 也在粤语部有与教牧开会 去讨论如何把团契打理得更好 上帝给到我一个有茶经的恩赐 我去表达自己的圣经知识 给弟兄姊妹认识 去装备弟兄姊妹的时候 是有能力和可以在当中获得很多喜乐 然后我回到香港回到教会的时候 我也是在一个青少年部那里去到服侍 我去跟教母一起去管理着教会里面的各个不同的小组 教会是生命堂来的 它是行一个小组教会的形式 所以当时我们的小组是由中学生去到初職的小组 我在当中就去策划不同的设计 策划不同的主义学课程 去到容量不同阶段的设计之后 他都可以得到熟灵上高的装备 然后我回到Brisbane的时候 我都在教会里面服侍 都是大茶经去做组长 然后我来到读神学的阶段 我发现上帝不断将 服侍年轻人的感动放在我心里面 让我看到年轻人 尤其是在中学大学阶段的年轻人 初職的年轻人 他们在生命上高有很多事需要造就 很多事需要在信仰里面扎心 上帝给了我感动服侍这帮年轻人 让我可以将我学到的圣经知识 我从小到大草回来的熟灵经验 去到向他们分享 亦可以陪伴他们到过多变的阶段 他们由学生的身份变到 出来工作的身份 可能由单身的身份去到家庭的身份 上帝都容许我在这个空间里 他跟丁英姊妹相处 我一直都很感动服侍年轻人 尤其是我在Brisbane的时候 我看到教会有很多需要 上帝给我看到澳洲海外的环教会 因为牧者的短缺 亦都投放资源去到牧养年轻人的资源 实在是不播 所以上帝给我看到这个空间的时候 他就呼召我去到服侍他 去到服侍帝英姊妹 我期待在华澳浸讯会里面 有不断的学习 除了年轻人的工作 我都尝试在港道和在打理教会上去参与 期待着上帝给我在这一年里面 和大英姊妹身上学习 如何去服侍他 学习如何做一个好的信徒 多谢大家 我们来看今天一些报告 陈奥彭牧师和师母的宽送会 日期是在10月10日下午1点钟 在网上去举行 请大家留意 今天我们周刊的连结的密码 大家准时在1点钟 参加这个宽送会 如果在Zoom上面 是超过100人的时候 我们鼓励大家尽量 一个家庭用一个的 萤幕来参加 如果是超过上限的 我们可以同时在YouTube那里直播 请大家去留意 周刊上面 周刊上面的一些细则 浸礼本来是在 原定是在10月10日去举行的浸礼 我们呢 就会现在是 改到去12月的26号的 请大家留意 那另外 我月宇堂有些报告就是 我们金灵团契 会是在10月16日 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 有聚会的 那大家可以留意周刊上面 Zoom 和 ID 和密码 那另外 每月的祈祷会在今天 1点半钟在Zoom 频道上面举行 去敬拜你 就求你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愿你自己的灵 去兼顾 每一位的 帝英姊妹的心 愿你的国 就降临在地上的时候 愿我们的心 都能够专利的名为姓 主要我们最近 看到在国际上 一些新的发展 英国 美国 澳洲的 军事合作联盟 我们看到在联合国 要终止 这个的 碳的排放 的讨论 我们见到你自己的掌管 在当中的大领 都求你在这个的世界上面 你在你的宝座上面 继续去掌管 每一个的君王的心 让我们都能够在地上面 可以平安 这样去过活 也都纪念到新州的州长 在星期五宣告了 他要辞职的事的时候 求你都去带领 他在往后的工作 也都让新州的政府 都能够尽快 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人 来代替我们的州长 纪念到 Hurban牧师 和他太太 Ivy 将要离开我们 搬回到香港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 纪念他在过往的工作 所摆上的新路 也都求你 在当中去纪念 去建立起他所作的一切 回到香港的时候 都求你保守 他们在香港的生活 在香港的侍奉 愿意主 你自己的带领 你自己的保守 都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都能够去荣耀你自己 保守他和他母亲 在一起的时候 让他母亲都从他孩子身上 得到他在晚年上的欢乐 我们纪念到我们曾经一起聚会的 Howard郭鹤华弟兄 早前因为跌伤的意外 以至头部和脚骨的受伤 都求主在当中 继续去看顾 医治保守他的康复 我们都畏着 越与堂一帮在职的弟兄姊妹 在封城的日子 他们仍然很尽心尽力的 在他们的崗位当中去工作 都求主在未来解封的日子 我们又要再调教我们的规律的时候 都求你保守各人的心怀意念 让我们常在主的里面 也都让基督常在我们的里面 纪念到一帮在前线的医护人员 他们当中有不少是主内的肢体 求主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 在困倦的工作当中能够见到神的柱缸 在危险的地方能够见到主的同在 也都在他们的服侍当中能够见到主的荣耀 纪念到国语堂他们有一个的启发课程 在十月份开始 求圣灵在当中去带领 让一帮服侍的弟兄姊妹 在当中都有同心 让福音能够可以传开 也都为着他们成人主日学 新生命新生活的课程来祈祷 求主帮助学员 借助主日学的学习 都能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得到造就得到帮助 为着英语堂新一季的福音的主题 关怀这个主题我们来祈祷 求你也都让Nafin 让Joe在当中带领英文堂的弟兄姊妹的时候 都能够从圣经当中去学习 从生命当中去建立 也都记念到我们宣教士 Jackie Ng 伍麗斯姊妹 她最近做了一个很困难的决定 就是她会在十一月离开新加坡 回到雪梨的时候 求你在她的过程当中 你保守她的心华意念 在她离开 回到雪梨 在她重整 再出发的日子当中 求你在她里面去带领她 求你在我们众人的生命当中 继续去作主 作王 保守我们 当我们完成这个崇拜 我们再一次进入到世界当中 求你在我们众人的生命当中 都能够可以建立起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都能够可以在生命里面 不会灰心壮志 让我们有能力去辅助软弱的人 让我们都能够去谨慎 无论是哪一个人 我们都不会以恶报恶 反而我们彼此相待 去追求良善 让我们有着心去凡事借恩 凡事讨告 因为这个是你自己的心意 也都让我们都能够可以从圣灵当中去领受 不会消灭圣灵的感动 尽量去持守着美善的事 让主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 由愿赐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全言成圣 由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责 阿们 都知道是不可指责